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 翻卖之租客 第一集 又做噩梦了 顾南亭从漆黑的梦中惊醒 一摸额头 满头冷汗 那件事已经过去几年了 心理医生也看了不少 有时候他都以为自己好了 偏偏噩梦总是猝不及防地卷土重来 就像今天 他看了看表 凌晨四点 睁着眼睛发了会呆 再闭着眼睛 鼠羊也睡不着了 干脆摸出手机刷了一下 搜到一条消息 第六医院新设了心理咨询科和心理治疗科 第六医院 挺近的 今天又没有飞行任务 那就去看看吧 顾南亭平时开车就认真 今天更是格外专注 眼看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 突然车前飞速窜出一个七八岁模样的小孩 他赶紧刹车 但看这距离实在太近了 顾南亭的心都凉了一半 说时迟那时快 一双手飞快地将小孩拽了回去 车勘勘擦着小孩的一脚滑过去 顾南亭惊魂未定地下了车 刚才那一幕仿佛噩梦重演 他人都吓得虚脱了 一个漂亮的年轻男人正在教训那小孩 直到最后 小孩低着头说 叔叔 我错了 年轻男人才牵住他的手问 你要去哪 这时候 顾南亭终于有机会插句话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年轻男人这才转头冲他笑了笑 但随即就皱了眉来看病的吗 怎么脸色这么苍白 如果有急症 我可以带你过去 哦 没事 刚才吓到了 顾南亭犹豫了一下 说 我来看心理科的 男人显然有点意外 眉毛挑了挑 随后神色放松下来 说道 你来早了 我们医院的心理科 九点钟才开始接诊 现在才七点四十多 顾南亭愣了一下 说 没关系 我随便逛逛就好 随后问道 请问你是医生吗 在哪个科 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 总得找机会感谢人家 知道科室 就好打听了 顾科 不过我可不希望在那里见到你 年轻男人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整张脸都生动起来 把顾南亭的眼睛都晃了一下 随后他弯下腰对小孩说 你去哪 叔叔带你过去 小孩说 住院不 他们说 爸爸会在门口等我 男人便利落地向顾南亭挥挥手 走了 牵着小孩大步离开了 说来也怪 顾南亭的心情 莫名就掺了点 说不清道不明的愉悦 在那闲逛的一个小时里 感觉风都比平时清晰 接诊的医生叫明成 看上去老恋而稳重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一次咨询结束 顾南亭已经觉得心里轻松许多 于是又约了下周复诊 离开咨询室后 顾南亭就来到了谷科 向分诊台的护士打听那个年轻男人 还没形容几句 小护士就笑得眼冒桃花 您说的是赵启平赵医生吧 他正在坐诊 您可以挂个号找他 就在一号诊室 顾南亭来到一号诊室门前 只见后诊仪已经不够用了 不少人在站着等叫号 诊室门口的牌子赫然写着 赵启平副主任医师 向诊室里面看去 端坐在那里的 正是早上那个漂亮的年轻男人 一身白大褂 衬得他好看得不得了 顾南亭有点纠结 挂个号进去 显然是浪费医疗资源 等赵医生中午下班吧 没有提前约好 萍水相逢又太冒昧 何况他也没想好 要怎么感谢人家 最后他在心里把赵启平 副主任医师几个字 默念了一遍 心想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还是从长计议吧 不然本来是想谢谢人家 结果搞砸了就不好了 想到这里 他悄悄地离开了 傍晚 明城正在诊室里吃饭 一抬头 看见一个人 倚在门框上 他说 怎么 下班了 跑我这里来炫耀是吧 赵启平这才笑着走进来 一手搭在他肩上 问 今天上午 是不是有个特别好看的 病人来看诊 明城眉头微微一皱 说 病人隐私 无可奉告 赵启平笑着拍了拍他的肩 正准备离开 明城说道 你可别打我病人的主意 赵启平问 为什么 明城说 你不知道自己是祸害 赵启平笑道 我一直以为 我们明大医师是无性恋 居然也会怜香惜玉 要是动了烦心 不如先考虑我 明城说 你这是后天不想跟我喝酒了 赵启平立刻说 想 我这就从你的视线中消失 行了吧 他说到做到 白大褂眨眼就飘到门外了 明城看着他的背影 摇了摇头 晚上九点多 顾南婷接到了秦玉华的电话 南婷 402不是在招租吗 刚才中介说 有个医生来看房 说是他自己买的房在装修 而且要晾个大半年 那个医生后来跟我通话的时候 挺有礼貌的 我打算租给他 你看行吗 顾南婷想也没想 脱口而出 行 秦玉华说 我怎么听着你有点激动 顾南婷一正 说 没 我就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 挺值得人尊敬的 妈 你说是吧 应该挺值得人尊敬的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